大家好,5月7号法国选出了新总统 和民调预期的结果差不多 中间派的独立候选人马可龙当选了 本身我对欧洲的这个新闻确实是关注不多 这方面得承认 因为以中国人的这个视角 看待这个世界的图景 谈这个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50%是在说美国,对吧 就是中美关系占中国人的整个 谈论世界重要性里面的一半 剩下30%是谈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中俄,中日,中朝,中韩,中越,中印,中非等等 这些邻国的关系 谈中国和欧洲的可能只有10% 然后再剩下10%就是分给像中加,中国和加拿大 中澳,中国和澳大利亚 中非,中国和非洲等等 就分给世界其他地方 所以说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面 好像欧洲那边比较远 和中国人关系不是很大 所以有朋友不断建议 咱们是不是说说这个,说说那个 因为有的话题呢 我不是不想说 只主要是觉得呢 受关注程度低 可能很多网友对此不感兴趣 但这次法国总统大选 我觉得值得说一下 因为它这个结果呀 是关乎到欧盟以后 还能不能维持的问题 假如法国在这次大选之后 走上了反全球化的道路 反欧洲一体化的道路 对整个世界格局改变会比较大 当然目前这个选举结果呢 可以说让不少人松了一口气吧 就是极左和极右翼翼都落败 中间派胜出 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就是欧盟解体的这种危险 可以说暂时缓解了 要知道英国脱欧以后 假如法国也脱欧 至少它退出欧元区吧 从经济上脱欧吧 那么这个欧洲就只剩下 德国这一根柱子在那织着了 那也织不了太久的 独木难织嘛 其实呢 我还是希望欧盟能够继续存在的 在当今世界格局里面 欧盟的存在 它对于这个世界上各个大国之间 政治经济力量博弈 维持这个民主国家 三分天下有切儿的局面 还是蛮有必要的 前两天欧盟不是又提出了关注吗 就是关注在中国的 被逮捕的709那些维权律师 要知道现在川普政府 已经不和北京直接谈人权问题了 在这种情况下 欧盟还能发出声音 那我觉得还是蛮有必要的 还是蛮正面的 如果欧洲分成一堆小国 那我估计恐怕很少有国家 愿意为了这种比较抽象的人权化敌 直接触怒北京了 欧盟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联盟 在大国间的经贸谈判中 也是作为一个整体面目出现的 我觉得也有利于维持 世界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平衡 假如欧盟不复存在 欧洲分成一堆小国 那么对于普京这种咄咄逼人的军事意图 它就很难应付 也很难抵挡中共通过经贸力量 所施加的外交和政治影响 虽然说现在国际社会 对中国问题发生的很少了 但是你说如果完全晋升了 那么对于中国国内 那些遭受压迫的群体来讲 处境还是会艰难很多 欧盟不断发生 当然也不是说仅仅是对中国国内 那些受压制的异议群体有利 我觉得对普通中国人也有利 因为欧盟它也不断发生 要求中国开放市场 取消互联网的过滤 对不对 那么开放市场 那么进口的汽车 把它的关税降低 那对中国人来讲 也能得到实惠 如果金融业开放 那么外资金融业 能够进入到中国 那么对于中国人的 它的投资渠道也更加多元化 它的存款 它的财富也更加安全 就是说对于普通中国人 还是有利的 当然了 如果说能够降低 乃至取消互联网的封锁 对于中国人来讲 更加是一件好事 那么欧洲国家 它结为一体 它在反倾销 还有很多事情上 可以采取一致的行动 所以它在和北京 打交道的过程中 它还是有比较强大的力量 作为后盾 来支持它这些主张 一旦欧盟不存在了 那么它这底优势也就没有了 没有哪一个欧洲国家 单独在和北京打交道的时候 能有这么大的话语权 所以我希望呢 欧盟最好还是能够存在 还是能够延续下去 当然我对法国的国内政治呢 平时关心没有那么多 但感觉上 欧美国家有一个共同特征 就是越往大城市啊 它这个左派势力 左派思想越强大 越是小城市和乡村 那么它这种保守的 偏右的思想 就会占上风 那么这个情况 从英国脱欧公投 和美国总统大选的过程中 都体现出来了 法国也不例外 虽然这个极右翼 它这种民粹主张不可取 它真要去实施的话 会激起非常激烈的社会冲突 但是欧洲的现实 确实比较令人担心 主要是它的福利政策 和移民政策急需改革 我今天主要想说的 当然还是移民 就是由这种文化的多元化 就是主张多元文化 发展到过度的伊斯兰化 它对这个欧洲的文明的生态 对欧洲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乃至对于民主制度的根基 都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 咱们说严重一点 对欧罗巴文明本身的延续 都构成了影响 其实我觉得 这也不是危言耸听了 本身呢 我并不想对伊斯兰信仰 做什么评价 但是我比较关注的是 就是这个伊斯兰文明 它的生活方式 处理社会关系的这个方式 和当前的欧美文明 还是存在着巨大鸿沟的 因为伊斯兰教在历史过程中 没有经过基督教 这种宗教改革运动 所以它没有明确建立起 政教分离的理念 也没有发展出 要无差别的保障人权 保障个人自由这种原则 当然我不是说 这个伊斯兰教啊 它就不能够世俗化 不能够进行近代化的改造 土耳其在伊斯兰文明的 世俗化方面 是做出了比较成功的表率 亚洲的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虽然说 不一定做的那么好 它也算是在这条路上 我想说的是 移民到欧洲的 这部分穆斯林人口 他们所来自的国家 是缺少这样的近代化过程的 而这个穆斯林人口的高生育率 它会改变 它移民去的 那些欧洲国家的人口结构 从而改变基础的文化环境 我不知道马可龙执政以后 对法国的移民政策 会不会做出修正 就是了 穆斯林人口本身增加并不是问题 但问题是出现了一些本来不应该在欧洲出现的事 不应该在一个尊重人权和平等的自由社会出现的事 比方说在有些社区 年轻妇女被禁止进入咖啡馆 还有有的社区妇女穿裙子 就受到了指责乃至威胁 当然这些是乐旁在竞选过程中所谈出来的问题 但是确实比较令人不安了 我认为对于移民到欧美的这个穆斯林来讲呢 它如果只是很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 强调自己传统的独特性 但是不承认政教分离 基本人权这些近代观念的合理性 那么它和欧美社会这种隔阂就难免 如果它对欧美的这种社会规则 还采取一种抵触的态度 那么这种冲突可能就会变得比较激烈 当然欧洲现在这个状况 也有欧洲国家自身的原因 就是长久以来 这个社会上所盛行的道德相对主义 无底线无原则的多元化 造成那种暴力极端思想的传播 也被当成了所谓多元文化的一员 也得不到阻止 它就使得这个社会思想非常凌乱 非常混乱 再加上失业率又高 很多移民来的穆斯林家庭 它没有办法融入社会 年轻人也找不到工作 它就非常容易受到那些极端思想的影响 仇视社会 造成这种情况呢 有它这个文化上一步步没落的原因 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是 欧洲的左派思想的发展 一步步它否认掉了 它自己传统当中的权威 像尼采宣布上帝死了 现代派的艺术也起源于欧洲 它把人们对于什么是美的 这个传统观念也颠覆了 所以在这样一种 比较凌乱的思想环境里面 你说你把这个极端主义的东西 摆在年轻人面前 它也没什么感觉 它也不会觉得 这个就有多荒谬有多错 他们就会说 哦 那也不过是多元思想里面的一员 大家无所谓对错 只是他的和别人的不一样而已 所以为什么谈到现在民主的基础 它在这种情况下也受到了削弱呢 因为我们上次说了 民主呢 我是承认它是符合善政的这个理念的 就是善良的善 因为它体现了对人们平等的参与公共事务的尊重 不仅体现了平等的尊重 还体现了信任 就是觉得公共事务 不仅每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应该参与 而且相信你能参与的好 这是民主制度 它符合人性的一方面 但是民主本身有一个缺陷 就是它抵挡不了那种水滴石穿式的渗透 抵挡不了那种潜移默化式的改变 当整个社会的文化基础 观念基础被变化以后 产生的问题 你靠民主制度就解决不了了 上次我有一集视频谈民主和法治 哪个该先搞 那在那之后呢 我收到一个message 就是我的好朋友张天亮博士发给我的 他是引用了里根总统的一句话 里根总统是说过 之所以实行民主前提是大家都是好人 好人可以自我管理 所以这种情况下 政府才可能是个小政府 比较有意思的是 在大多数中国主张民主制度的朋友们都会说 咱们要讲制度 咱们不能去讲道德 因为好的制度能把坏人也变成好人 坏的制度能把好人也变成坏人 你光去谈道德 那些高大上的东西虚伪的道德我们听得太多了 可是呢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领导人他却讲的是道德 其实除了刚才里根总统说的那句话之外 卢梭也说过民主制度是为高尚的公民所设计的制度 因为民主的前提它是公民社会嘛 什么叫公民社会 那就是自我管理的社会 如果一个社会风气没落 道德败坏 人们也没有是非感 那就没有办法实现自我管理 那就像刚才讲的 就觉得这些反社会的暴力的这种极端思想 都把它当成多元文化当中的一员 咱们也没有一个是非感 就包容它呗 就让它随便传播呗 那这个社会就很难稳定 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 曾经看到过 这个乡村公路的边上 就有农户自己织的摊子卖蔬菜 就自家种的蔬菜放在框子里面 摆在摊上 那么捆成一小捆一小捆的 这个一块钱 那个一块钱 那个两块钱 然后旁边放一个钱盒子 也没有人在旁边看着 就是你想买的人呢 就自己拿几捆走 然后就扔几块钱几块钱 到那个小盒子里面去 当时我看到这个景象还挺感动 就说什么叫做路不时宜啊 这个我还真的见识到了 可是在中国我们经常看到的景象是什么呢 就是在公路上一个运货的货车翻了 当地的村民都围过来 围过来干嘛 他可不是来帮你保护财产 而是一窝蜂的轰强 这样的例子我们在媒体上见到过很多 有人说中国人的素质不行啊 这其实不是个素质问题 准确的说素质它应该包括很多方面 这其实就是个道德问题 因为参与轰强的村民里面 有很多可能还受过初中高中教育 它不是一个不能识文断字的素质问题 当然在专制社会里面 它有周期性的道德败坏 腐败现象 专制社会像一个王朝初期 历经图治 政治比较清明 最后都很难避免周期性的走入败坏 然后腐败丛生冤案丛生 社会道德没落 这种例子很多 我们不用一一去举了 但是呢 由民主而颠覆国家的例子也有 不多 但是也有 一个在古代 一个在现代 都发生在希腊 先说在古代的例子 古雅典和斯巴达之间 曾经进行过长达三十年的战争 史称波罗奔尼萨战争 这是民主的雅典 与寡头的斯巴达之间的对决 也可以说是两种制度的较量 最后是腐败的民主 不敌开明 相对开明的贵族共和 所以这里面决胜的关键呢 它其实不在于是民主 还是对寡头的对决 而是腐败 还是清明的对决 波罗奔尼萨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转折点 就是雅典远征 西西里而失败了 丧失了它绝大部分的精锐陆军和大部分海军 在当时并不是没有理智的政治家来阻止这次远征 但是政客们的煽动 掉起了人们的贪婪之心 这个过程中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亚西比德 当他被选为雅典的将军以后 他就对这个雅典的公民承诺 说我们应该远征西西里 因为那里有富饶的土地 有无尽的宝藏 能够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财富 带来荣耀 他这种煽动呢 激起了人们的贪欲之心 当贪欲之心淹没了理智以后 那当然经过民主投票 公民大会就批准了远征西西里的计划 最后是给雅典带来了灭顶之灾 大家看这个过程 煽动人们的贪欲之心 和今天政客拿这个高福利当成支票 来引诱大家给自己投票 是不是也很像啊 其实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第二次民主颠覆希腊呢 我说就是两年之前 我认为那也是一次颠覆 就是希腊人民呢 他不想还债了 就是要维持这个高福利 然后借了很多外债 然后欠的债也不想还 最不可思议的是 居然政府啊毫无担当 作为一个政治领袖 毫无道德担当 一点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居然让全民公爵 决定大家要不要赖账 这个事情也是让我跌破眼镜 2015年那一个月 世界上两件大事嘛 一个是希腊人民集体赖账 一个是中国人民聚众赌博 因为那个月是股灾之前 这个股市最疯狂的时候 所以被称之为中国人民聚众赌博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两个地方的社会道德水准 基本上也就是在一个层次之上了 有个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说你坐这个直升飞机啊 在雅典上空盘旋 然后你就看 哪个屋子后面是有游泳池的 就是你找出这样的独立屋 然后你去查它的税 不能说百分之百 但是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在偷税 希腊人都不想捡福利 那福利从哪来呢 就是从政府财政来了 政府财政就是大家的钱 就是税款嘛 你不交税哪来的福利呢 你又不交税又想拿福利 最后只能是这个游戏玩不下去 最后财政破产 那说这个希腊人都很懒动吗 那也不是 我也见过很多很勤劳的希腊人 我几年前 我那个房子旁边的邻居就是希腊人 希腊有很多勤劳的人 但是在他们国家待不下去 因为很多人不想干活 想拿福利 那么那些干活的人 特别是那些小业主 他收的税很高 他在他们本国过得很辛苦 所以很多很勤劳的希腊人 就选择移民了 所以当今希腊社会道德的没落状况 和雅典王国前是何其相似啊 所以我才说 希腊古代现代两次被颠覆了嘛 不过严格的讲啊 那确实不是民主制度颠覆了希腊 而是文化和道德的没落颠覆了希腊 现在这个希腊是欧洲的一个缩影 是他在这方面没落比较突出的一个代表 但是希腊背后还跟着几个难兄难弟 也不逞多让啊 意大利 西班牙 法国 虽然程度各有不同 但是局面都是挺危险的 所以我主张我们在比较制度优劣的同时 其实也不宜过于抽象 最好不要脱离当前的社会道德基础 当然我也希望这个雅典覆灭的灾难 不要在今天的欧洲重演 今天是谈法国的总统大选 然后发挥说了这么多 谢谢大家